繼續來看這個國民黨 為了要去國會這款修法的縮憲案 得到台中的支持 最近這幾個月 很接地基盤選港的活動 不過從今天開始 這個活動 若像媽媽轉型 主黨人是換作以年輕人為主 這些年輕人 都有暗算來參選後一次的議員 他們站在街路 占對縮憲案來論述 多親像大型海鮮的現場 這競爭是很激烈 早上去市場拜佩有但沒有拍子 不過他加上的是台台普遍好選人 讓人很好奇說他們是什麼人 國民黨就如果可以對我清廟 有很多想要選後一次議員的人 為了縮憲案站出來選港 不屬於大型的海鮮現場 你們認為民進黨的民主 真的民主嗎 對 現在還想要罷免我們的 五星市長謝國良 這樣的執政黨 繼續執政 各位同不同意 同意 比少年比高財要頂蓋 連任無形的 好像也打算買 加入國民黨 2026 2028 我們大家團結在一起 從里長開始 市議員開始 立委開始 甚至總統 我們都要團結一致 年輕人他們有熱情 當然可以參與議員的選舉 像松山信義 還有士林北投 都各自可能出席 出現兩席的一個空間 沈浴山區 市民北斗想要競選的人最多 如果TPO村最辛苦 想要勝利 不可以輸入氣泡店 我們今天站出來 就是希望幫大家找真相 像KL選團正出民心 新人有熱情 老中有經驗 可以看到日空二六年的選舉 國民黨已經開始報共 哈囉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 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請你再次請你 請你再次請你